主席 各位同仁 國安局還有所有政府的官員大家早安 可不可以請國安局局長 蔡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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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蔡局長早 這個不是機密 就是中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 他在北京開幕的時候最受瞩目的就是中國大陸的國防預算 那麼這邊的報導是說增到八千零八十二點三億人民幣 中國大陸的軍事預算真的如他的報導所說是八千多億嗎 郭委員 從過去到現在 大概沒有一個國家相信中共的預算 這麼多兵源 這麼多高科技的發展 就只有八千多億這樣 大部分人都認為中共的國防預算可能 實際的國防預算可能是現在報導的三倍 三倍喔 那你的數字比我剛剛我在拼命算 比我還估計的多 我的估計這邊是大概是一兆 一兆兩千億 但是這個呢 還不足 因為就美國的這個估計 它是在2012年的時候佔它的GDP的2% 這是美國的CIA的估計 但無論如何中共的軍事預算顯然是很高的 對 是不是 對 那你為什麼剛剛的報告裡面都沒有提到這樣的事情 郭委員 其實我們現在去用它公佈的數字 因為你不是讓我去強述 就是說它有隱藏性的國防預算 因為這麼多年 我們每次在這邊也談過 其實它的國防預算的不透明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我不是去幫它美化 而是因為我只是說光國防預算 光公開的國防預算 它今年的成長幅度是12.2% 12.2% 我只是在強化這個事實 OK 好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今天還有一次服務業貿易的協議的公聽會 在這個爭論之中 大家有一個疑慮 就是這個服務業貿易啊 其實它是一個中國大陸投資台灣的一個機會啊 就是中國大陸的一些小企業中小企業啊 可以到台灣來投資 舉個例子啊 美容美法業 這個很多美容美法業者就非常的這個反彈啊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啊 不可避免的如果說服務業貿易這個協議通過之後 應該會有一些中國大陸的這些投資啊 到台灣來啊 那麼他們會也僱傭了很多很多的大陸來的這些人士 那在這一方面 我們國安局有沒有因應的措施 歐委員 其實服務協定 你所開放的 比如這樣美容美法業 事實上從過去 其實這個也不是今天 一直都不存在 那國安局曾經為了這個服務協定 我們曾經這個 但是這個風險只要我們能夠受適度的管控 因為台灣如果不往前發展 台灣真的是死路一條 所以我們也不能夠受因為有風險什麼都不做 但是我們一直強調這個風險應該是可以管控 現在我的問題就是你如何來管理這個風險 因為我舉個最簡單的 像美容美法這種簡單的事情 你也知道美容美法其實是資訊收集的最好的來源 大家在沒有戒備的情況之下 收集資訊是最好的 情資是最好的 我想講的是說 大量的這些中國大陸的這些人到台灣來投資的時候 你如何在風險管理上面來精進 我現在前面先問一個問題好了 現在在台灣有多少 根據國安局的預估 有多少未知的 在專門徵收情報的這樣子的一些大陸人士 包委員其實他現在來做情收不需要長期在這邊 其實交流當中我們就發現有很多人 到了不應該去的地方 問了很多不該問的問題 那其實這些人都有一些這樣子的一個傾向 都有這樣 那這樣既然你說他是不定期的 不必長期在台灣就可以情收 那現在有定期的 那我想請問 在不定期的這樣子的情收的過程裡面 國安局是如何來面對來因應的 包括我們如果只要發現有一些 以來台這個目的不相符的這樣的舉動 我們就會啟動國安機制來做某一種程度的應變 包括警告或者是包括那個我們都會 那有相關的統計嗎 我們有做了 但是各位也了解台灣的尺度比大陸寬 也就是台灣你要到違法違紀的這個狀態 事實上很大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有沒有辦法能夠向社會說明 我經常講 就是說他來台灣從事跟他來不相符的這樣 不要我申請來旅遊 你來台灣又招商 或者你來台灣又做一些政治性的活動 尤其大選的時候 有些人也來做一種選情的刺探 或者甚至於參與這個選舉 這些我們都認為是不恰當的 對 但是你有沒有做一些統計的計算 說到底這樣的問題有多嚴重 有沒有 我們當然有 當然有 那你不願意透露 不是 因為你現在這樣子問我 我當然不知道 那我可以下去 如果你要我可以統計一下 那再跟我告訴我 那現在問題是 如果說今天用這種臨時性的 短期的 他都可以有這麼大的一種作為的話 那如果今天他真的是註點在台灣 然後這群人 他是從整個街坊鄰居開始 就可以再蒐集集資訊的話 我希望國安局 我意思是說你要建立一套機制 包括委員 你有沒有這麼多的人力 我今天的其實是在丟球給你 如果你需要人力 需要資源 我們可以想辦法鼓支持你 對 不過委員現在整體的國安人力是不足的 這是一個事實 我們也向政府多重反應 但是整個國家現在的裁員 跟國家的公務人的總數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不可能單獨來增加我們這塊的人力 所以我上次一直在委員報告 就是說可能也要給我們一些政策工具 因為包括委員 因為從事情報活動 他是用國家的力量 來支持他去做情報活動 如果你不給我們一些政策工具 按照現在的辦法 我們真的是寸步然行 因為他可以用台灣 我們本地的人去做一些 什麼叫做政策工具 可以不更明顯 別講像情報通信監察法 對本國人 我們當然根據過去的要那個 但是對於間諜活動 我們認為有間諜活動的 希望給我們有更寬的執行能力 我們才能夠去找出 這個真的 這個危害因子到哪裡 所以你認為說我們的通訊監察法的修正 對於國安局是不利的 那當然 那在以前的話是比較順暢的 在修訂以前 不是 就是說現在因為會越來越緊 我們的理念就是說 執法 尤其像我們這些 執法要給我們寬一點 但是監督要嚴厲一點 好 我剛剛有委員提到所謂的資訊的安全 通訊的安全的問題 資訊安全 特別是政府機構的資訊的保房 如何來進行 您剛剛也提到說 曾經提向政府的相關單位 行政院也好 國安會也好 有關資通安全的單位 來說明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我想請教的是 現有的政府的運作機制裡面 當他們接收到你的訊息以後 他們有沒有做任何的改善 那麼你有沒有辦法 去做任何的進一步的 這個所謂的追蹤 報委員 其實這一兩年的資通安全 相較於過去幾年 是已經大幅的提升了 因為現在有兩個治安辦 一個是行政案的治安辦 一個是國安會的治安辦 它定期都會召開會議 來檢討這些 甚至於總統都親自來主持 這樣一個治安辦的會議 那顯現連總統都高度重視 我們整個的治安 但是你也知道要做到 就是說要做到萬無一失 事實上是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這幾年政府不敢是在法治面 在經費的投資 以及在人力的投資上 是已經盡了相當的能力 所以雖然有這些風險 但是已經跟過去比較起來 剛剛委員提到的 你並沒有回答 我舉個例子 像護政系統 像所有未來的資訊相關的系統 甚至連遠通 對不對 叫做e-tag的系統 這些系統如果說 甚至有可能是交由委外的 這種所謂的合約商來 來自於大陸地區的合約商 來進行承包的話 它有一個木馬城市植入的話 你可能都無法知道 我想要說 今天國安局看到了這個問題 提出來在相關的資安單位 也告訴他們 這些資安單位 它有沒有去接受它 你有沒有辦法去考核它 如何來把這個中間的 這種集合工作做好 我們國安局 它基本上它並沒有考核權 但是我們建立 基本上因為這個是風險 只要在這些會議建立 它就會做成財事 做成財事 基本上就會把我們的建立 跟風險的這種看法 那為什麼還會發生 這個剛剛 如果說剛剛委員提出來 是一個事實的話 為什麼還會發生這種事實 你有沒有一個標準的程序 因為有這個風險的疑慮 而變成一個標準的程序 這個程序是每一個安全點 都能夠控制的 國務委員 其實你也知道 我們都很多的事情 都要發生風險的時候 我們因為這涉及到 比方我們的採購法 我們很多的規範 事實上我們的法 永遠都是不足的 但是有些事情是預見的 預見的話 它必須要預防 所以我還是請這個 這個希望 從這個地方討論到 我們的整個資訊安全 你提出來的警告 有點像社後不理 我不是講你社後不理 而是說我們整個政府的體制 在運作上出現了問題 尤其是國家安全 這麼重大的議題的時候 居然可以說 知道了就算了 那這個問題就很嚴重 這就是為什麼政府 被人家看成是失靈的原因 我再最後一點請問一下 我看了你非常辛苦的報告 這麼一疊 有沒有辦法做成一個預警系統 根據不同類別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預警 紅黃藍綠燈吧 包委員可能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社會科學 有些政策的東西 一個突發事件 就會改變整個的狀態 但是我們每年 我們每一個幾個月 我們有根據 就是說綜合全球 這個各個風險公司認為 未來這幾個月哪些事情 我知道 你就是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標示出來 所以現在是什麼 什麼樣的問題 它是紅燈 你可以把一些重要的項目 為什麼我最後提點一簡 提供你建議給你 在這個企業決策裡面 有一個叫做層級分析法 它可以把很複雜的問題 用樹狀的概念 用權質的概念 用家權的概念 去處理它 可以做成一個比較 合理的政權決策 所以我只是提供你 現在你可以做各種不同項目 提預警 然後用比較好的分析方法 我們現在事實上有 事實上有 我們大概每三個月會把全球 區域的風險做一個評估 我們有 只是希望更簡化一點 謝謝 usch找臺 給你們